山西队已经取得了7连胜 战绩达到了积分榜第4名 有种势不可挡的感觉 而广东队进入场比赛输了3场 其中就有26分输给山西队的比赛 如果换作第一阶段全员在线的广东队 打山西队盛面还很大 现在的广东队恐怕不是山西队的对手 葛少宝上一场得分40分打破个人生涯记录 一键连状态也仿佛重回巅峰 内线的对决 是一大看点 广东队绝对主力赵瑞不能上场 在外援方面也是单外援威姆斯对抗山西队的双外援 也很吃亏 广东队首发 吴明轩 威姆斯 周鹏 杜润旺 一键连山西队首发 费尔德 元帅 贾浩 邢志强 葛昭 招宝半场比赛山西55比54领先对手1分 山西队双外援得到24分 威姆斯一人得到17分 邢志强3分球命中4个 得到14分 葛招宝依旧强势 通过罚球10中9得到11分 张宁三中0没有得分 而元帅上半场只命中一个3分球 一键连 胡明轩得分上双 广东队替补群6中5得到13分 半场技术统计 山西 费尔德15分4篮板3助攻 秦志强14分2篮板1助攻 葛昭宝11分2篮板 元帅4分1助攻 西蒙斯9分2篮板2助攻 张宁1篮板 张涵军2助攻 周湛东1助攻 李张宁2篮板 广东 克拉伦斯威姆斯17分3篮板2助攻 一键连11分9篮板 胡明轩10分2助攻 杜润旺3分3篮板2助攻 周鹏1篮板 任俊飞6分2篮板4助攻 张明池4分3篮板 徐杰2分1篮板3助攻 曾凡日1分 第三节两队你来我往 节奏很快 以快著称的广东队 竟然有些跟不上山西队的节奏 而山西队已乱战著称 这是他喜欢的节奏 不过两队分差一直没有拉开 但是一键连打得很辛苦 三节打完山西队领先2分 进入最后一节 结果最后一节广东队开始发力 打出29比12的进攻高潮 直接拿下比赛 山西队屡次想要凭借3分球拉近底分 不过 最终广东队111-96成功复仇山西队 同时终结山西队的7连胜 山西队4人得分上双 两个外援得到41分11篮板10助攻 威姆斯只有24分7篮板8助攻 但是山西队主要得分手援帅 得到23分20篮板的超级两双数据 是赢球的最大功臣 胡明轩12分9助攻 徐杰2分9助攻 很好的串年比赛 而威姆斯也有8个助攻 任俊飞也有5个助攻 全队助攻高达33个 比对手多14个 广东队篮板也高达49个 比对手多出12个 此外任俊飞还有19分9篮板2该冒进账 帮助球队获胜 这是一支团队型的球队 也是广东队最后赢球的关键 全场技术统计 广东 一剑年23分19板 陆润旺12分5把2助 胡明轩12分9助 周鹏11分4把 威姆斯24分7把8助2段 徐杰2分9助2段 任俊飞19分9把5助 张明池7分3把 山西 葛昭宝17分5把2段 秦志强17分4把 费尔格20分7把6助4段 任帅4分 张明3分 西蒙斯21分4把4助 严鹏飞4分10把3茂 周占东8分 新闻这一场比赛之后 广东队能够找到胜利的节奏 否则等赵瑞的回归 也不能够帮助太多 而山西队想要成为真正的强队 还需要更多的总结和磨练 广东队下一场将面对吉林队 山西队下一场迎接强队深圳队的考验